Anaham迪士尼樂園的數千名員工於上星期五進行了發起罷工行動的授權投票 這行動是在與迪士尼公司進行合約談判期間發起的 原因是工會指控迪士尼在談判過程中存在數百起不公平的行為 這些員工由四個不同的工會代表 包括清潔工、遊樂設施操作員和商店店員等 工會UFCW Local 324在上星期五晚宣布有99%的投票者支持罷工 這次投票並不意味著員工將立即開始罷工 他們將於星期一和星期二繼續與迪士尼公司進行談判 迪士尼樂園在聲明中表示 他們非常重視原區員工並致力於達成協議 同時亦期待合約談判 據UFCW稱 雙方正在討論的議題包括工資增長、圓區安全和出行政策等 Tinawars記者編輯報導